119文匯報,股災料對港樓市衝擊有限 2015年7月10日《財富論》B06陳東岳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席及資深測量師陳東岳若一個月前 不者在本欄提及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在聚會中說 6月底本港股市建二萬四千點,當時正值股市二萬七千點 大家普遍都不相信它,不者昨日則不時遲二萬三千五百點 長者的預測竟然應驗,令股市下跌的不是正改不通過 也不是身沙是是藥,而是內地股災牽連 兼有希臘債務危機,港股承受大量沽壓所致 不者料今次港股指述短期調整,冒損本地經濟基礎 相信緊張情緒化表現過後,後市將會回復穩定 內地股市去桿桿發及整頓場外媽展融資 導致A股急錯 中央舊市包括放寬銀跟及推出大股東限孤零黨措施 內地投資者面對大量斬倉威脅 部分採取沽售港股甚至海外投資,把資金轉回內地 估計內地現時有三成股份停牌,套現無從下 部分投資者甚至當事人,沽港股套現自保 不排除有外資直擊沽空逃利 港樓市近日亦受股市大幅調整所影響 當中豪宅相對於中小型樓宇所受影響較大 相信市心理上受到股市表現衝擊居多,買賣樓宇是重大決定 一般人都會考慮當前社會形勢及經濟信息 持續不利信息或會令買樓人時辭而甚至悔躍 有報導指新居屋及老牌屋苑如美夫君出現他訂取消交易個案 豪宅涉及金額較大,在此時此刻 假如需要急速套現或需減價求售,孤勞須時軟水難救近火有人猜測 或有內地投資者急受港樓套現救內地股市 實際上可能性不大,因為賣樓涉及多個步驟包括放盤、看樓、黑談、以價 如成功還需簽署臨約、買家取得銀行案揭替款 還要等成交期簽買賣契及交付美數等手續 於是就算成功放盤,也要經過幾個月才能成事 不者不排除有業主向銀行家案以取得資金作救股用途 但銀行面對急劇變化中的股市狀況,相信亦會審慎評估底日物的價值變化 然後才作出是否批准家案的決定,猜響物業股價處公布 5月份住宅租售價均創新高,住宅售價按月升0.37%、租金按月升0.8% 當中面積431方尺的小型單位售價按月升0.52% 是升幅最大的一類住宅,這些數字反映近期股市跌之前的狀況 之前政府實施納稅及金管局收緊按揭等措施,仍未能押止樓價上升 反為今次內地及港股災劃可帶來樓價稍回落,是意料之外的收穫 但相信調整幅度不會太大,尤其中小型樓宇,在本地經濟基礎無受損的情況下,自住需求仍然強大 發展商投地異肉營大另一方面,發展商近期對住宅用地招標所顯示的興趣 似乎完全不受兩地股災影響 萬科剛以38.2億元奪得屯門掃管忽一幅住宅地皮 預計總投資額達90億元,平均樓面地價4541元,屬屯門區新紀錄 連萬科在內,今次共有10家發展商投標,反觀另一幅市區較小型項目 發展商的反應更強烈,證明對市區樓盤信心大 市建局一個位於沙基灣西灣河街,佔地約7,643方尺的舊樓重建商住項目 可見64153方尺樓面,共收到三十八分二項書 包羅大中小本地及來自內地的發展商,他們看好市區住宅樓的前景 程度可見一般,不者料無論港股市或樓市,雖然眼前或出現不同幅度調整 但應該指述短期性質,稍後將會恢復平穩 對於樓市來說,有短暫理淡因素,反為可以調整一下買賣雙方過強的信心 有利於樓市的健康發展,題為編者所以 第二,本版文章,為作者之個人意見,不代表本部立場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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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